7月1日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和国歌法完成香港本地立法的重要特殊时机 香港也迎来了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 外交部驻港公署同各界代表 共同举行了国歌声中国旗羊外交助力再启航主题升旗仪式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实施 香港迎来由乱倒置重返正轨的历史新机遇 开启了一国两制新闻志愿的历史新篇章 刚刚公布实施的香港国安法 是一部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原则 尊重特区高度自治的法律 是一部充分保障港人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的法律 是一部有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特区限制次序 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法律 谢峰说香港国安法兼顾香港的当前利益 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有效堵塞国家安全的重大漏洞 推动一国两制运行更安全更顺畅 为香港创造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他强调爱国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 热爱祖国没有两地差异 没有两制区别 有国才有家 国安家才安 立法凝聚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14亿求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共同心愿 与钢铁意志 任何外部司令都不应该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定决心 不应该误判香港社会支持国安立法的主流民意 任何企图阻挠香港国安法顺利实施的企图 都是自不量力 痴心妄想 谢峰表示 外交部驻港公署与香港特区同年同月同日升同成长共进步 将勇于斗争寸步不让 坚决遏制外部势力插手特区事务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发挥外交所长 服务特区所需 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